花冬是台湾留下来的最后一块净土 你会看到那边的原住民的文化 几乎无可取代的环境 你可以看到那边没有工厂 却反过来变成是优势 台湾的八八风灾以后 麦肯锡就用了大批的国际的专家人才 飞到台东来 然后做了一个报告 这不是一个适合大量观光客来的地方 这边是一个应该是漫游永续的生活的地方 我自己就开始照这条路径开始走 先就做出一些示范 所以当时你可以看到的长冰双冰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去 先把在地的文化把它推起来 也包括比锡里岸 你要推一推然后还要等一等 推一推等一等 我也觉得说要让它国际化 我们必须要有教育 所以我就从星云大师原来的学校 我把它变成培养一些国际的人才 那么同样的我们前后到现在 大概有超过60位的部落青年艺术家 下一代的领袖 我们都送他们去夏威夷 去巴厘岛去观察 所以这些作业都是在为明日的花冬做准备 跟江老师很早就认识了 可是到了花冬才把我们近距离的拉近 他居然也同一个时段来到了台东 而且他在那边默默的在耕耘 你永远看到那个小小的房子 但是大大的画室 我希望有一天 全世界不管欧洲美国 想要看江贤二的作品 他们会到台湾来看 他的那个气势都几乎是台湾 没有办法找到第二个这样子的一个大事 我就立刻想到我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 你看到的Mijo Picasso这些出名的人 几乎他们生长的地方 他们作画的地方 都变成国际级的景点 那我认为江老师从台湾的角度 他有那个国际的高度 江贤二的艺术园区变成花东 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性的一个目的地 另外同时台中堂场里面 现在已经有这么多艺术家在里面 有布拉瑞扬在那边住了七年 有这个回响乐团 有人声合唱团 阿水工作坊 有代表南回的迪戴当 也有这个谢盛华 就是已经有这么多的艺术家 他已经群聚在那边了 不管是从胡德夫 三部宇 到三梅娟 到以前的这个张惠妹 这些每一个歌手 你就看到他们充满了天赋 拉黑子 那个雕塑的 拉芬 海地 这些一大堆的人才 你就发现在花东的这种人才 他已经超越賴富内海 賴富内海 与此是一个荒岛 然后一个企业家 去把他邀请艺术家 音乐家开始的 跟我们台东有一点不一样 台东本来就有 很深根蒂固的文化 活水湖是1.1公里长游泳的 最棒的一个基地 那个旁边就是海岸公路 然后再旁边就是这个森林公园 铁人山巷最棒的地点 连全世界专业的这种CEO 他们都谈到说 台湾是他们看到最棒的一个景点 那么同样的曾经我看到的是 冲浪 观光旅游的淡季 却是冲浪的旺季 一大堆日本人 欧美人士专程的会来到这边 因为他们知道在那个时候 那个点是最好的冲浪点 长滨 有一个所谓的米其林的餐厅 其实它刚开的时候 每天只有四个人六个客人 那么现在是连我都订不到位置了 除了长滨有那一家餐厅 长滨 封滨 有15家无菜单料理 从台东过去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从花莲过去要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的地方 居然可以创造出这样的结果 这些都是我看得到在这样一个 台湾的一个偏乡 可以创造的一种影响到国际的一些视野 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地方走向永续 如果在有生之内能够为花东做一件事情的话 那或者那个美术馆 将会是让更国际的人 更文明的人 更懂得文化的人 可以为它而专门而来的地方 天使地利还要靠大家帮忙 虽然很困难 但是我们最少往这个方向再走 看见全体能的同体是有的人